打扣 用左手右线 我会穿最后一个桌子 就会形成一个孔 把左线套入这个孔里 拉紧 把这个截头拉到这个株里面去 这个就固定住了 这就是打钩 右线加一个株子 红色的 然后你的线是在这里 看一下你线是在这里 你这样子拿着 右线在这里 从这个桌子 过这个桌子 再过这个桌子 回到原来的位置 就是还有对面 所以你走过这个桌子 然后再过这个桌子 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拉紧 看一下 变成这样子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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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也��고 公里是在ii 然后再往彩 表现把面 把睛都能拥出 démun 还是右じ arrow 就好了 这个五珠圈组成的 所以我走过一后又要加三 就要形成个五珠圈 看一下 这已经有两个五珠圈了 然后你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左右像左过一又加三做一个一模一样 大家看一下我又做好了一个五珠圈 我这里已经有一个五珠圈 两个五珠圈三个五珠圈了 这一层是有四个五珠圈组成的 所以最后一步 然后首尾相连 所以这一步就左线要过一个再过一个 就是过两个 过一个 然后再过上面这个 首尾相连了 就变成这样子 好这有三个了 右线加再加两个就好了 然后右线又加两个 然后右线加两个 打扣 就准备就做好了 有四个五珠圈组成的 看一下 然后再下一层 这层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看一下 然后再下一层 这层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再下一层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接下来 做法都是一样的 再下一层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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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左锅衣组成的 左锅衣组成的 都是左锅衣组成的 都是左锅衣组成的 再下一层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四珠圈组成的 然后用下层的 方法再把这层组成的 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再做四个 看一下我又做好了四个 这层都是由四珠圈组成的 左锅衣又加二 左锅衣又加二 做好最后一步的时候 首位三连 所以左锅 一个两个 然后右线只要加一个 就好了 又形成一个四 看一下 打扣 通常没有意外的话 都是左线过珠 右线加珠的 OK 这层四珠圈就做好了 就像这样子 接下来要做它的叶子 用右线 注意是右线过这个 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一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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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子 在这一样子 一样子 再一样子 再一样子 那一样子 那一样子 都像这样子 那一样子 就像这样子 看一下 最后一步 收尾相连 所以做先要过三个 看变成这样 是右线 再加一个就好了 接下来穿钥匙圈 以后哪边线长就哪边线 穿这钥匙圈 穿这钥匙圈 不是右边线就用右边线 过一个柱子 看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过一个柱子 左线也过一个柱子 然后他们就相遇了 相遇了以后 怎么看呢 每个创作的结尾都是一样的 打个世界 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把这个接头 捞到这个柱子里面去 这样子就不会有接头在外面 好看 然后 为了固定出这个宝贝 你剩下的多余的线 就把它随便过几个柱子 过得越多柱子 你的宝贝就越紧 就不会容易松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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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